我们两个是在兼职的时候认识的 在一起快一年了 刚才适合的在一起的时候 还挺开心的 可是没有过多久就经常吵架 他脾气特别暴躁 而且不讲道理 什么事情都觉得他自己是对的 我和他解释 他觉得我是在帮外人 我现在真的觉得和他沟通不了 面对这种脾气性格 和自己完成不同的男朋友 我到底是该放手还是该坚持 这脾气得多爆啊 我想象不到 来 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张22岁来自安徽 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鹏21岁来自湖南 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脾气不好是吗 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吧 谈恋爱多久了 差不多一年了 现在还在读书对不对 是同级还是不同级 他比我小一件 他还比你小一件啊 谁对谁先下了手 他 哦 师姐你也敢追啊 但我比他大嘛 哦 你比他大 年龄上你大 这个怎么了 师姐 就是他脾气特别暴躁 一开始对我挺好的 然后后面就是 才不到半年的时候 然后就是对我发脾气什么的 现在我就越来越受不了了 一般为什么事对你发脾气呢 他第一次对我发脾气 就是因为我把他打火机弄坏了 哦 有一次他让我帮他洗衣服 我就直接把他放洗衣机里面 有没有掏他兜里的东西嘛 然后结果我打火机就坏了 他当时就把那个打火机 往门外一扔就开始吼我 然后就是还瞪我 那眼神特别凶狠 我当时特别害怕 就第一次看他 对我发这么大的脾气 不是 你这个 你自己做错事了 我得批评你一下 那是你让我做的 那我做不好 你还怪我 那你别让我做啊 那你这次提醒你 那你下次不就能做好了吗 是吗 下次不帮您做了 这就对了啊 后来还给他洗过衣服吗 没有了 傻了吧 不是 其实我对他 这个发脾气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平时对我非常不在乎 比如说他就是 有一个体现就是非常抠门 特别抠门 因为我们都在上学嘛 学生都没什么钱 我那么大人了 还在靠价里生活费 就是说平时我也不让他花钱 什么吃饭啊 什么交通费啊 电话费啊 什么都我掏 到月底就没钱了 我就说你要不然你就帮我个忙呗 他都不愿意啊 包括我平时约会看电影吃饭呢 他从来也都一个钱都不掏 不掏过好吗 只是比较少而已 因为我本来约会男生花钱多一点 很正常嘛 而且他花钱特别大手大脚 就是前几个月啊 还会接激他一下 然后我也会叮嘱他说 我说你以后就是不要这么花钱大手大脚 然后到月末又没钱 然后管我要钱 我不给你还说我扣 我自己我也是个学生 我也没那么多钱给你啊 不是关键是 你有的时候不给就算了 他主持人你知道吗 他有的时候特别过分 就是上月期是期末最后一个月 当时本来我身上还有点钱的 后来因为要交什么费 把钱给花完了 我说你给我赚二百块 最后几天我天下吃蛋炒饭 我给他熬过去 他倒好给我溜二十 他就两天了 我记得他那个时候 应该一个星期不到 应该还有四五百块钱的 然后我都不知道他花哪去了 我还特别跟他说 我说你少花一点 一个星期四五百块钱肯定够吧 结果他还是没了 然后我看看这两天 那我就给他二十块钱 那就给他一个教训 活过来了吗 不 活过来了吗 天天啊 活过来了吗 实践证明二十块钱 是能活过来的 做得不错姑娘啊 接着说啊 这女生说你看你脾气好大 男生说那是因为你对我不好 互相在控诉 他还怎么对你脾气大了 就是有一次我不是实习 就是刚实习嘛 然后很晚下班 然后我就对他抱怨几句 我说我实际挺累的 然后那些就是可能 资历老一点的同事 就让我去做一些 脏活累活什么的 我就跟他抱怨几句 我就希望他安慰我一下嘛 结果他倒好 他就不但不安慰我 还熟了我说你就是懦弱啊 你就是扯啊 任人欺负啊 我本来就受委屈了嘛 我跟他说一下 我就去找一下安慰了 结果他呢 还那样受我 当时我就特别生气 我让他停车 我就直接走了 我说你不是为你好吗 你出来这道 到一个地方上班 那些人叫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你这样是不是有点没脑子 被人欺负 不是怕你被人欺负吗 那不是因为我心气吗 那我心气 我要气息比他还蛮高的话 那我怎么待啊 那我也没让你很嚣张啊 我只让你聪明一点而已 是不是 就是怕你被人欺负吗 为你好站在你角度上 那我觉得我就应该 踏实一点做事情 我多学习一点东西嘛 我觉得我只是想 找你安慰几句 我没有说怎么样啊 结果你倒好 现在因为这事还熟络我 我还想说你来 你那个坚持 你怎么那么多事啊 主持人你知道吗 他打两份工 两个坚持 挺好 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问一句啊 他刚才说了下了车 你现在还开车啊 我电瓶车 电瓶车啊 他这个现在就是 以前是一份坚持啊 现在是两份坚持啊 平时本来我们上课时间都不一样 在一起时间又少 你倒好下午又上班 晚上又上班了 根本都没时间见面 他就不乐意 就把坚持看得很重 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 没有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大概下学去了嘛 我马上也带四了 然后我就想找一份实习 然后结果我找了那份实习之后 他安排的时间挺松的 然后我觉得那我反正还有空嘛 再找一份 刚好我把周一到周五都利用起来 然后周末也可以陪他 但是他就觉得我兼职做多了 但是你现在不是还想找第三份活吗 没有啊 你想找 你现在又想卖化妆品 那不是卖好吗 我就觉得那是个机遇嘛 我接触一下那些人也没什么 我又没说要做 但是你也没考虑过我感受 你就没想着省点时间多来陪陪我 你看我找过那么多事做嘛 但是你自己不找 不要那么嚣张 让人陪就说让人陪 别说兼职的事 好不好 你是需要他陪你吗 你是愿意跟他老腻骨在一起吗 是啊 好好说嘛 别那么大脾气嘛 还行啊 这脾气没毛病啊 那他还有一次呢 就是我们约好了 也就是一起去看电影 然后然后他中间 他说他饿了 然后我在减肥嘛 我说那你就吃 然后我就把包放到 我说我出去逛逛 然后他吃完出来之后 然后就把包忘在那边了 等看电影的时候才发现 我当时就慌了 然后我就说我包不见了 然后他就开始讲我 然后一路上一直在讲我讲我 我当时本来心情也比较差嘛 然后我就很着急 然后我找到包之后 我就不理他 我就直接走了 包还找到了 找到了 你讲别人是什么呀 不 我就说他太不上心了 这自己东西都不看好 你也没跟我说 让我帮你看包 我也不知道 你一声不吭的 那你不会看一下吗 那我这不帮你找着在吗 多说你提醒你一下 这次还好找到了 下次找不到怎么办 下次你不要帮我拿 我要紧干嘛的 那要我也不是帮你领包的呀 那你可以帮我管一下 我帮你管了呀 我提醒你啊 提醒你不行吗 行行行 不要那么嚣张 我问你几个问题 当时发现包丢的时候 你害怕吗 怕 怕什么呢 怕他生气啊 怕他生气 你在乎他对吧 然后你先说 你为什么把包丢了 是不是你就觉得 你只要先发难这事 你就没责任了 其实不是 就这意思 都懂嘛 都这么过来的嘛 谁不是这样嘛 就害怕嘛 这是一个人的本能反应啊 有一类人群就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责任推卸 我第一反应是 我先把责任推卸掉 所以这件事你看 还是在那儿闹关怀呢 行了 他投诉完你一件事 你可以投诉他了 他还有就是特别 拖拖拉拉 干什么事拖拖拉拉 磨磨叽叽的 最夸张的一次啊 他晚上去兼职下班 十点多钟回来 到那儿应该要 十一 二点了 那天晚上 他把时间算错了 我骑电名车过去 骑五公里到地铁站接他 我在地铁站梦 我等了他两个多小时 我给冬僵了 冬天的时候 我当时 他也知道我是算错了 我当时因为我记得 那个地铁 是二十分钟能到 但是我没有算上 我去地铁站和 从地铁站出来要多少 然后他就 也就等了一个多小时而已 但是好几次这样 包括我在你警示门口 等你一个多小时 那我也等过你啊 我有说什么吗 你还有脸说你等我 你等我五分钟 就开始不停打电话 不停发微信开始催 那我不知道你在干嘛嘛 那是因为我们约好了呀 那我都跟你说了 我说我骑电名车站 我说你不要找我 那很危险 你非不听 我等你那么久 我有催过你吗 你没有催过我吗 你现在是在讲什么 你不是在催我吗 但我不敢使劲催吧 我怕你着急 你就是 那我不想去嘛 你非得让我去啊 那你早上来 早上你也能 你也非要脱迟到 磨磨蹭蹭的 我是肥药吗 那我化妆什么的 我不得需要时间 那我要每天 捧着弓面的你乐意啊 那你不能起早一点吗 那我不化妆了 我都六点多钟就起床 来 我问问啊 你们俩今天来这干嘛来了 我就觉得他脾气太大了 这就脾气大了啊 脾气还不大 就是随便人家小事 就可以讲我讲很久 他对你好吗 你先告诉我 不对 有时候挺好的 我听的啊 你看 钱他愿意给你花 下班他要接你 你不愿意跟他约会 他想粘着你 是不是 除了偶尔会给你发发脾气 但是他每次就是以为我好 然后为我着想的借口 但他不想一下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嘛 他的思想不一定也适合于我 那我就想我比较独立一点 我不会说什么 希望一直连着他怎么样 我希望有自己的事情做 但是他就不会 他就会一直觉得 我就是没有在乎他 或者怎么样的那种 你看女人独立的多有魅力啊 男人就在后面屁点屁点的啊 是不是啊 不是他这个不是独立的问题啊 因为哈佳馆觉得 他就是对我就 不离不采的样子 那我问你女友 我完全可以不要你啊 我跟你分手不就行了吗 我问你 你以前谈过恋爱吗 谈过啊 我谈过好多呢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 他每次跟我一起的时候 他就会讲到他前女友 然后有一次 我们是一起出去吃饭吧 然后刚进那个餐厅的盏头 就走 然后我就特别好奇 我说怎么 他说我前女友在里面 那我当时心情都特别不爽 然后那顿饭都没吃掉 为什么你前女友在里面 你不去吃呢 对啊 因为尴尬啊 不能跟现任 然后当着前任面一起吃 那很奇怪啊 没有 当时他那个前任女朋友的男朋友 也在他对面呢 那不更奇怪吗 他还不是吃他们的 我们吃我们的怎么样啊 不是那个男的眼神看 我都很恶毒你知道吗 你可以回看他 或者你干脆不看到不就行了吗 那不如走就算了呗 这么年小时你那么气息要干嘛 那我要跟我前男友那样的话 你会不在意吗 我不在意啊 因为你 那你每次讲他们的事情 那我讲人的话 你会不在意吗 我甚不在意 你毕竟不就两个前男友嘛 你看他还太远 他每次以他前女友的事情 就是炫耀的这种 这哪里炫耀的 我实事求是啊 就是炫耀 好好好 你今天来干嘛 我就觉得他如果脾气要不改的话 我就 你就要踹了他 是这意思吗 那你来干嘛呀 我来就是想替自己辩解一下 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样的 就是因为 你不要装无辜 他台下根本不是这样的 他现在好老师 台下好生 因为我出发点是好的 我是为他着想 只不过方法不太恰当而已 你看他每次就疑 我只要想 你跟他在一起开心吗 你告诉我姑娘 就是因为有开心的时候 但是 是开心的时候多 还是不开心的时候多 现在基本上每天都会炒 每天都炒 为什么炒 就为这些鸡包蒜皮吗 对 三天大炒 两天小炒的这种 不是 没办法 你一言不合就不说话了 那我不说话很尴尬 那不是你先揉我生气 我才不揉完了吗 不是 我都不知道怎么会是 你梦运前揉就生气了 你哪有那么多气要生啊 你还说我脾气不好 我觉得你这样脾气才不好的 天天生气 我朋友都知道 我是一个特别不容易 被惹生气的人 但是他每次就惹到我生气 就是他特别厉害 就他知道 你那个气点在哪儿 是吧 这有意思了 你很了解他对吗 很好 他最喜欢吃什么 他最喜欢吃辣的东西 然后很喜欢吃 我给他煎的鸡胸 不知道 我那是骗他的 哄他的 太独立也挺可怕 当时他追你 你同意是因为什么 我当时可能跟他在一起 就是觉得他性格挺好玩的 性格好 性格挺好玩 挺好玩 有很多比较新奇的东西 有很多新奇的东西 对 我会觉得就是 跟他在一起 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的 寻求刺激 也不是刺激 就是新鲜吧 新鲜 对 来 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姑娘 我也问你一句 你还爱他吗 应该吧 你想跟他一块过吗 想 想是吧 你知道你是一个巨婴吗 巨大的婴儿 他体型也像 你刚才在提到 我是个学生嘛 所以一直靠家里面嘛 说的理直气壮 你说 欲点大家困难吗 你应该给我点钱嘛 说的理直气壮 你还理直气壮的说 你为什么要打两份工 请问你一个 二十多岁 伸手跟爹妈拿钱的 这么一个人 你有什么资格去责怪他 打两份工 对吗 所以你知道 你跟他两个人的问题是什么 你们是建立亲密关系 失败 这两个人谈恋爱啊 你们是慢慢在磨合 在建立一个亲密关系 你看 他进入社会了 他见识了越来越多的人 他知道生活是怎么样的 在你心目中 你还是那个 我只要谈恋爱 我只要吃吃喝喝的小男孩嘛 你现在的问题很简单 三个事情的低下 第一个叫 共情能力低下 你没有办法去和别人产生共情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痛苦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难过 不知道他为什么委屈 共情能力低下 第二个叫 情商低下 你不知道怎么好好沟通 你只要用嘚嘚嘚嘚嘚嘚 我说你的方式 来跟他沟通 第三个叫 财商低下 不会管钱 又不会挣钱 还埋怨别人去挣钱 三个东西低下怎么办 很简单 一个方法 以后什么都他管 他来帮你管钱 他来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做 他来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花钱 以后保证你们 没问题 这姑娘心里想 未来的生活好累啊 心态心 感觉像是要做一个巨婴的保姆的感觉 我就问你 小张 陆琪老师说的你服不服啊 挺实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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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其实 他说你暴脾气对吧 但是活生生的你怕他呀 你好怕他生气 也怕他离开你嘛 怕他不陪你嘛 装装渐渐都怕 但是呢 你就嘴巴上硬 就是那种 你看你 你看你 你就笨 你看你就被人家欺负 其实 我觉得 你说他脾气爆 你一点都不怕他呀 他怕你怕得要命 你知道通常 越凶爆的人 有的时候是越胆怯懦弱的 就是因为里面虚 所以外面才张狂 外面越凶 里面越脆弱 我这样说吧 你告诉我你前女友有什么优点 说说看 你不是常跟他炫耀吗 你前女友好在哪儿啊 很温柔 也不是 常陪你 最主要的就是 我说什么他听 你知道吗 你说什么他都听啊 所以你叫他不做工作 他就不打工了 是吧 叫他陪着你 他就陪着你 叫他打200块过来 他绝对不会打20对吗 差不多吧 那他怎么被人家追跑的呀 怎么分的 也是说我脾气不好 那就没有都听你的呀 他要都听你的 你就命令他 不准走 他不就不走了吗 可见他还是不听你对吧 我跟你说吧 不管你的前女友有多好 多听你的 都不傻 一个好而不傻的女人 自然会选择一个值得的男人 如果你不能够从巨婴 变成一个男生 男人 男子汉 那么再多好的女友 都终会变成前女友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前女友好 不值得炫耀 现女友好 才是本事 你能留得住一个够好的女人 那才叫做光彩 你老是让那些很好的女人 把你遗弃在他们历史的后方 那有什么好吹的呢 对吧 所以必须要成长啦 不然 你的现女友 也快要变成前女友了 明白吗 好 那我就问你 除却她的暴脾气 你喜欢这个人吗 嗯 那我也告诉你一个真相 一个女人 可以用嫌弃的方法 嫌死任何一个男人 但是嫌弃 绝对不会让他们成长 如果你真的喜欢她 你觉得她是可造之材 你愿意陪这个巨婴成长 起码你得告诉她 哪些是你想要的 你想吃的 你喜欢的 哪些是你不要的 然后用鼓励的方法 慢慢地让她 从巨婴可以长大一点 再长大一点 要不然你只能够 直接淘汰她 但如果你不学会 教男人成长 你再换八个男友 每个人都会有缺点 也很可能 就不断地换到 有一天你老 还没遇到一个 真正好的男人 嗯 好 谢谢 谢谢乃欣 你知道有一个词叫做 色力而内认吗 他就是色力而内认 你相反 你是色韧而内力 我所说的这两个词 还不简简单单 是那两位老师所说的 他是外强中干 你是真有实力 我不是说一强一弱的关系 我所指的色韧而内力的意思是 这个男人表面上很凶 但其实心里很柔软 你表面上看上去很柔软 其实你的心很硬 你心里对这个男人 是没有多喜欢的 他有种种的缺点 可能也有点意思 虽然他很懦弱又没本事 但是我们在这个舞台上 或者是在生活当中 看多了很多聪明 独立成熟的女性 就因为爱一个男人 变得不那么独立 变得歇斯底里 但你不是 你的心还挺硬的 那你说让他饿着就饿着 虽然我很赞同 对这种男人的这种管理方式 是很正确的 但另外一方面也显示出来 你没有多爱的 我觉得如果我不对他 硬一点的话 他根本不会爱 对 我赞同你对他的这种方式 人就是这样 你比如说 父母不应该宠你孩子 对吧 但是在严苛教导他的同时 打又或者是骂的同时 心里是很柔软的 我怎么感觉不到你的柔软呢 所以这个东西很矛盾 方式是对的 但同时也显现 你对他 其实心情并没有那么柔软 你其实明明感悟到了一些什么 但你只是不敢说而已 比如说你明明感悟到了 你不如他 生存能力不如他 情商管理不如他 你哪儿哪儿都不如这个女人 这是你第一点感触到的 第二点你也应该可以感触到 就是这个女人 没有你想象的 或者你所需要的 那么爱你 所以你总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刺激他 让他多爱你一些 你知道一个女人 跟你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是没有希望的 你知道 就是你能够成为 生活当中的调剂品 但是你让一个女人 看不到未来 长此以往的下去 当他看见了更轻松的生活的时候 他觉得不能给自己带来 未来的男人 但你这种男人 他会像前女友一样 抛亲 因为你太不争气了 所以我认为 其实在这段感情生活当中 男人应该想象的是 如何更好地让自己独立 让自己像一个男人一样成长 女人应该好好想想 你到底习不习惯的 你自己想想吧 就这样 没事啊 都不是事 90%的男人 在21岁的年龄的时候 大概都是 今天我们看到的 这个小伙子一样 但那个时候 确实我们充满了热气 我们什么都不懂 但是至少我们的心是真诚的 我们的爱是浓郁和真挚的 这大概是女生喜欢我们的原因 而我们的女生比男生成熟 本来女性的这个心理年龄 就比男性成熟 这里面就有一个矛盾 谁背着谁走 我知道这个东西 就是你背着一个人 其实是挺累的 但是他不可能一夜之间成长 所以你沉下心来 把这件事想清楚 年轻人的爱情大体都是这样的 别那么累 顺其自然地弹着去调整 不行就走开嘛 行就好好去爱 你们自己看嘛 主意自己拿 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其实因为我现在还在上学嘛 所以有的时候 很多时候没得选 我并不是不想去找兼职啊 然后说去赚钱养活你 但是实在是因为 并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做这些 因为我得考虑得更长久一点 把自己更多的注意 放在现在的学习中 毕业以后才能过上更好的日子 是吧 可是你说我有没有做出什么努力 我知道你画成大手大脚 我之前是有让你做记账啊什么 就是记录一下你每天的画 上你呢 现在两三天然后就没了 然后到月末还是没钱 我也不是说一定要 你经济条件怎么样好 但是你至少 你自己得做出一点努力吧 你不论总要说什么 坚持找不到啊什么的 别哭了 回去吧 请回 谢谢 一年的大学的爱情 来 请关门 今天向一个分水岭 他们会如何选择呢 有请 本来没有保湿 护肤领先品牌 药保湿一辈诗一辈诗防晒霜冠名播出 一辈诗女王还原季期间 爱情保卫战的春季套盒 加一元多送一套 改变自己 做自己的女王 来两位 我们见证你们的浪漫 你看其实为什么 我给你暂时带在无名指 而不是带在中指呢 我其实没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你 我可以适当地理解我一些 好吗 以后我自己也会突压很多 亮灯吧 亮灯吧 送给你 送给你啊 好好谈恋爱吧 回吧 好 谢谢你们 谢谢各位